繼續呢 我請阿波老師來講到 這個牛番茄 如果是有使用到 這個Magica1930 他說牛番茄有使用到菌跟菌 我們也知道他是不是接種成功 怎麼看得出來 包括牛番茄如果是使用農林菌 是罐頭比較利盛 還是大便節來飲水比較利盛 這個先說農林菌 這個農林菌我們在營的時候 是時候世長 世長因為菌很低 在附近而已 所以我們罐頭用罐的效果會比較好 就是說盡量讓他一開始 這個困的就在他菌的附近 這當然效果會比較好 現在大大大大到我們當時 還是說半便 半便應該來 都用鹽水就可以了 因為他的菌都散開了 你怎麼用呢 這個困的都補得對 所以他這時候就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這個困我們都像農林菌 他是根圈有益的生物 他這個東西會堆在菌的附近 其實我們如果是關鍋了好事 有時候他的菌很大很容易 他的菌堆後會比較慢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再喝一遍 就是說他大到差不多這個菌 放到差不多到高低 我們再把他全民用鹽 再喝一遍 這個效果會比較好 這個目的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是世藏 你就用罐頭的 如果是說比較大一段 用鹽就可以了 不用大罐 有的說用罐的效果比較好 比較起來是差不止 像水中我們有在用罐的 沒有 我們也是總要把他放水滑 因為整個窟窿 麻麻都是筋 所以你要這樣想 你就知道說 那世藏當然在那時候 我們要幫助他開菌 所以那個菌寶 附近這些微生物 這就很重要 我們多少用一些 這個效果就很好 那是說在這個高低 這裡已經都比較大 像火鍋 差不多八片蝦子的時候 那筋已經都拼到高低了 因為那筋切 所以那是粗白 過了這種 其實甘麻蜜 甘麻蜜的筋也不說很粗 有時候蚵子就比較粗 這個甘麻蜜的就是粗白 所以但是你現在要看 你種的 如果是這個甘麻蜜的頭 它就比較粗 你如果是種蚵子頭 它就比較粗 所以有時候 廣告有一點點的差別 所以有的人 我們台灣人都比較用蚵子頭 蚵子頭有時候有一點的困擾 所以我們現在有去幫他 或者有傳一些企業的材 我們有去先去摘 摘蚵子頭 不是摘蚵子頭 用番茄的根棧來摘蚵子 因為在全世界現在這種的趨勢 因為我們摘蚵子頭 最主要是要抗蚵子頭 所以你要了解說 每一個摘蚵子頭的一個特性 所以包括現在有一個 一些的反應就是 這些蚵子頭 哪有從對蚵子 抗蚵子頭變賣去 所以有的人 他們算嫁不開 就是說 社長要還好 多多多多 多到到邊上 當時發生就好 這當然對我們來說 你如果說社長 撞去要我都抗蚵子頭 抗蚵子頭 要讓人抗蚵子頭 大長到四季 我們要怎麼抗蚵子頭 那是這個 最主要是頭有關的嗎 理論上是有啦 還是有關係啦 就是說 他我們農民的個性 我們實在是 讓你種那麼久了 沒有事情 你現在四季抗蚵子頭 他也是對這個成功 這沒辦法 所以這在這個 修容檔中 可能就是說你自己稍微注意一下 這 可以讓他效果更好 我們所用的這個不一樣的 一個折蚵子頭 有當時廣告裡面 有稍微看 這個一點點不一樣 好 這個俊根俊的一個判斷 這個我們等一個 等一個 這個第二點鐘的時候 和好朋友來稍微講一下 因為這個蠻複雜的 我們現在是在這裏 也算是在這裏